居家营造居然还敢讲 他们懂作说 这么大的工程难免有疏失 我们就认错了啦 但是施工是比较没有那么严谨 错就是错也不会狡辩 那还有问题是 这个怎么兼工的 而且12亿 12亿付了多少 新竹市府付出了 10亿7千万元 所以换句话说 只剩3000万还没付 所以这个等于是 你已经付款了97% 高宏安就说 中间必须经过市府团队 估验才能够给付高额款项 厂商究竟是如何过关的 那网友呢就是说 是不是故意的啊 就故意是剩3000没给 就可以说是完全 没有完全验收 所以这是故意的 这是恶意的 那因为浅秋在公家机关服务过 对这个什么样的情形 如果你要问我公家机关 我就会觉得 我光看他们的预算数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好穷哦 我想他们可以随便预算 追加追加再追加 而且都是特别预算 他那是中央给的 对啊我知道 就是中央说要给就给 那我们那样的登革热都不给 记得吗 所以他这个追加追加预算 然后居然已经 给付到97百分比了 的情况之下 还说没有验收完成 照理说只剩下 那么一点点的金额 代表是几乎九成以上 应该都已经完成验收了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说这个不合理 公家机关 不是这种付款方式的啊 因为其实公家机关 大家的程序 因为公务人真的是担心 会要负责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在程序上 通常要盖个账 其实相对小心 你的要负起行责 而且公家机关 因为有预算数 每个不同的时间点的问题 他没有那么快 理论上照他这个做法 应该是他已经验收完成 才会给的比例才对 只剩下后面的一些追加款项 什么地方细部修正还没有完成 才会给到这么高的比例 否则不可能 公家机关刚刚兵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最会拖了 因为他必须要在整个很多 工法的相关规范里面 要很后面拖拖拖 才能够给付完成这个费用 这个厂商不得了 他除了这个不断的 可以拿到很大的比例 然后不断的追加的 工程费用之外 他连验收都有绿色通关啊 真的耶 有快速通关 那个家族马力一踩 他就是比别人拿的快拿的多 然后现在才来说 我只剩一点点还没验收完 小事啊 没验收完我们再修改就好 以这个还未验收来当作一个脱罪的说辞的时候 其实我都觉得好瞎好瞎 这个社会是没有是非没有公道了吗 对不起我一想到我们议长 因为太夸张了 当球场已经开打成那样球员受伤 什么总统在那边剪彩 然后他出了状况之后告诉你 我们其实球员还在验收的时候 就已经太瞎了吧 那这样一个还验收的球场 又怎么有办法可以公开开始打球了呢 所以表示他验收已经到了很末段 应该已经差不多完成的阶段之下 才付了这么多款 然后才可以开打 其实这个公共程序都是这样来做的 那么显然是没有啊 完全是跳关通关 然后绿色通道到了这个画面 变成今天球员的受伤的画面 大家懂得心痛 然后对于台湾球迷来讲丢脸的是 我们接下来好多比赛都没有办法进行 甚至国际比赛也来不了 我现在刚刚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在想象一个画面 因为刚刚不是最新的消息说 郑文燦死了竹鞋的理事长这个职位吗 那根据这国民体育法的规定 当中央官员会名义代表 是没有办法担任这个竹鞋理事长的职位 所以当时他接的时候 大家还问说 啊你是没有要入阁了吗 你有什么规划了吗 就他现在辞的是要干什么呢 要入阁了吗 对入阁那我就在想说 如果真的苏贞昌不小心真的留不住 最后是郑文燦加小智组阁 哇完美 这也会入阁是不是 然后由王宏温来咨询他 请问两位的论文是怎么回事 学长跟学弟 那不是完美吗 所以其实桃园跟新竹 有很多公共工程的这个模式 是很相似的 这个模式包括跟厂商的合作 密切到这个程度 土地的变更 到包括相关的土方的掩埋 而且不只是一个工程 不是单一事件 是从小到小的邻里公园 大到民活动中心 在最大到12亿的奢华的废土场 棒球场 他都可能都包含了那么多 不可臭不可闻的 各种官商勾结 各种利益在里头吗 我现在必须是问号 但是真的很期待 因为这个都太夸张到离谱到 真的很期待我们真的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这都是名指名高 而且都会伤害到我们市民老百姓的性命 这我们球员我们去看着球赛 真的是要说真的幸运回头来讲 这个只要一个不小心那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球迷们看赛看球看到一半 突然要离开或干嘛 球场设计的瑕疵是会害人命的 会有多少人受伤或受到了伤害 不只是单一的球员而已 那这样的球场居然敢再验收到一半 复九成都还叫验收到一半 已经验收到差不多到差不多尾声了吧 的情况之下还敢这样开张 然后当做政绩来宣传 所以他们如果真的在组成黄金联盟 郑文燦大家小致当行政院正副院长 好像也蛮符合蔡英文的风格 不过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 事情大掉而且非常事态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林志坚在怎么讲 也难辞其咎 但是呢他却在上个星期 po的这篇这个四点声明里面 还硬扯这个高宏安的助理 助理废案 他说呼吁高市长诚实面对 他个人涉贪的司法案件 不要把新竹棒球场 变成转移焦点的政治工具 所以才会有王世坚的直接说 坚哥说林志坚在讲什么 你闭嘴啦不懂就安静啦 按照比例原则来看 高宏安的助理废案 充其量就只是60万元的差额 新竹棒球场呢 就牵涉高达了12亿元 那当然里面呢 这个坚哥呢 还有也有提到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工程款 为什么就付了97%等等的 好那网友就说 坚哥是这个什么建商出身 他也这个是什么 所以出来讲这些营造的东西 特别有说服力 可是刚刚兵哥是说 王世坚是可以 叫林志坚你不要再讲了 越讲的话麻烦越多越大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馆长呢 也出来骂啦 他就说 选前都说没问题哦 选后就叫人快点处理 真是死不要脸 哪有这种人 因为这个 林志坚也叫高宏安 赶快解决嘛 好那 这个 馆长就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不要脸的政治人物 棒球场是林志坚 当市长时候验收签约的 现在他就应该出来 跟全民负责 怎么又把锅甩给高宏安 他说这个合约就是 林志坚签的啊 现在被抓到弊案就可以要高宏安负责 第一次听到可以次元切割 切得这么死不要脸的 好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之前也有人点名说 监察院监察院到底 到底查了没办了没 好监院说 有去年10月就已经 有人申请了就开始在调查 目前这个调查还在进行中 但是查核报告还没有出炉 董哥 大家可以看 检察官去年7月就开始调查 真正有公权力是检察官 一个监察院29个监委 比不上一个检察官 检察官可以到厂商家里 去欢箱倒柜 监察委员没办法 简单讲就是这样嘛 所以差别就在你要不要办 那新竹地点署 当沈蕙虹告吴子佳的时候 吴子佳三天就收到传票了 效力真好 然后叫你说下个礼拜你就给我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效果都好 当媒体说怎么效果是 你们怎么有效力 他说我们意向就是照这样的程序来做 就是这样 那去年7月到现在为什么没有下文 我老实讲 我们也不怕民进党再怎么去 毁失媚居啊 为什么 因为政绩就埋在土里嘛 我是建议高宏安 就是把这个地方 就找那个新竹刑大 用那个把它围起来说 这是一个刑案现场 那谁要进去的话 就破坏我们的刑案现场 然后我派警察把这地方 就当作刑案现场就是犯罪的地方啊 对不对 谁也不要再想进来那个 我们要保钱证据 那我们保钱证据 我们告诉各位 现在因为检察官在办案 检察官没有要保留证据 我们来帮他保钱 好啊看他什么时候办 然后第二个呢 开记者会告诉大家 这个检察官叫什么名字 他的电话是多少 公布 对不对 大家来质疑啊 为什么检原检业到现在 现在我刚好大家刚刚看那个画面 就是一个小锄头这样挖一挖 这么裱土层的东西都挖出这样了 那那时候在大开挖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叫极配 它就是要有一个层级的 我这一层只能铺多小的石子 然后这边就铺大的石子 中间又塞小石子 所以这样就很稳固 就很稳固 因为大石子烤锅 你如果大石子再铺大石子 可能会滚动 这个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法 直批啊 这个就叫做 直批 这个叫做极配 这个叫做极配 流极的极 然后配合的配 配合的配 极配喔 这个极配就是这样的概念 这个就叫极配 好专业 对 这是专业的确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很稳固 然后我在大小石子之间 如果有水来的他会从这里排 水不一定是从水管排 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些东西都考虑在里面 那到了哪里就是沙子层 就是说他可以很柔软 那我觉得人家这种工法是非常 就非常标准的啦 那最可笑是怎么样 检察官因为那时候 检察官说他们自己是检报 去办案喔 没有人检举喔 很主动 那意思是怎么样 检人的检业 依照我们跑新闻的经验 检察官说我检报去办了 就告诉你们 你们不用忙了啦 案子在我手上 在我手上 那你们谁也抢不走 这是司法案件啊 司法案件最大啦 对不对 检察院你们将来后有 高宏恩你要查什么资料 资料都被检察官拿走了啦 我告诉你 如果高宏恩当写说我们要查公务局 那东西在哪里 因为检察官已经来拿走了 你怎么办 你也不能去把他抢回来 我还在办案期间没有人敢干涉司法嘛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现在高宏恩是去年11月26号当写 他当写之前到去年的12月25号就职之前 那时候新竹市政府还是林志坚的秘书长在代理 代理市长 又沈慧宏副市长也辞职了嘛 对 那12月7号他们就告诉外界 说所有新竹棒球场所有的缺点 我们已经通通改善完毕 12月7号 那时候高宏恩还没上任 然后没想到12月14号 大联盟派人来看 我们不是要犯热身赛吗 什么的 场地总要看一看 一看发现不行 发现了大砖头 而且排水什么都有问题 那个草皮也有问题什么 所以有这样的话 你就被世界的一个 对不对 前卫单位给否决了 对我们没办法办 那下来 那那个时候还是 还是民进党在执政 有12月14号 所以高宏恩是 12月25号上任以后 才有这一些事情可以做的 那我觉得说 现在已经到了这样 如果说相关单位 包括监察院 还要在那边鬼混 那这个案子其实对民党 他不会有利 不是他们想象那样 为什么 因为所有政绩 都埋在下面 所以 我只要派两个警察 这边把它围起来 谁也拿不走 对不对 那你们不办 没关系 我们就一直把它来 哪一天我们 嫌几钱 我们等到嫌几钱 三个月 你看那检方也没有来 那个 也没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来开花 给大家看 用新卓球场 来 鉴定民进党 怎么贪腐 然后 让他2024年崩盘 就是这样啊 你今天被我抓到 你们又不好好办 那我就是用这样来啊 对不对 你不能客气啊 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下场 你自己很清楚 那这些检方在想什么 这些监察院在想什么 因为他们通通是民进党人 你一定要医护民进党 你的位置才会稳 才会升官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有个谋类啦 我是很建议 就是说这边先把风拳 然后你找一个专业的人 譬如说李弘元教授 他们大家去组织一个专业 然后你也可以找外面的人 譬如说川哥李四川很厉害啊 对不对 大家就是湖外的人 大家来看 这东西到底出在哪里 然后我们所有东西前程录影 前程给媒体看 对不对 欢迎所有的大家都来转播 那这些东西大家看了 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那么生气 因为大家分明就看到砖头 就觉得很扯啦 对 你只要看那几张照片 你就看这个到底在搞什么 给你3亿的钱 你搞到12亿还盖出这样 这对民进党的伤害非常大 你知道吗 那老百姓就觉得说 原来这个党 果然像董哥讲了好几个月 一两年都在讲 民进党执政只有一个目的 为了捞钱 对不对 这就是贪腐的表征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好 好